我记得我听过一个很就是比较有品味的厨师 叫有品味的厨师 比较厉害的厨师 曾经跟我解释过厨艺 任何一种厨艺 比如说现在任何一个领域的师傅 比如说做不同的菜系 或者是他只有在做卤味 做小吃的一些人 这位非常有涵养的老师傅 都会把他们称之为师傅 在厨艺界的这些师傅 他比喻就是一个人的记忆 他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去构成的 比如说我们卤味的世界 它就是一个味道 呈现味道的一致跟风味的香气的均衡 在这种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热菜 或者比如说做这种Fight Dining 这些任何这些 他们对于食材的调味跟口感的搭配 所谓这样的东西 它都是有一个黄金比例的 那这样的黄金比例 到底是怎么去掌握 它并不是天生的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经过无数次的训练和调整而得来的 就像做钟表的师傅 我们看很多世界名表 它的设计是这些设计师是怎么样去调整 或者他们的设计长进了 很多的工艺品 你觉得它存在在那边 你单独存在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感知 当你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艳品或者不一样的东西 摆在它的周围的时候 你立马就能发现 另外一个作品 它是高人做的 它一定是高人一等 一定是更厉害的设计师做的 跟我们吃东西一样 没有比较的时候 我们在果腹的时候 可能我们感觉这个东西就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等你真正的进入享受食材 享受味道的这个领域或者年纪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之所以为什么 我们年轻的时候吃一些简单的快餐 简单的这些 一些简单的美食炸鸡什么的 我们会觉得很开心 到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可能开车去很远的地方 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不一样的做法 不一样的一些好东西 开车到很远的地方 甚至是坐飞机去很远的国度 去欣赏这样的美食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些所谓世间万物 只要是记忆类的东西 它相信都是有黄金比例的 这些黄金比例 到底是怎么被人掌握和生成的呢 它们不是天生的 它们真的就是经历过 无数次枯燥且冗长的训练 去达成的 所以我们要做任何事情 我们追寻的是黄金比例 所有的记忆的成长 所有这些技巧的成长 任何一个在记忆领域的人 他就是要经过无数次冗长 且反腐的训练 他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就比如说很多钟表的设计 它在这个数字 这个指针 它是直角还是弯角 它的表面跟它旁边的耳朵 是什么样的比例 每一个设计师 是做薄0.03毫米 还是做厚0.01毫米 这个都是他们经过非常精巧的设计和衡量的 就像我们做乳味 当然在你初学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比例 我们就粗粗的抓 可能一把 可能不去蹭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师傅呢 他是不愿意给出比例的 他告诉你就是看经验 适量少许 很多刚刚进入厨艺这个世界 或者很多在整理这些资料 比如说有时候我的小帮手就会说 不要再用一些含糊的字眼给我去做一些资料的整理 或者文章的整理 他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这个事情是对于不了解 可以说不了解记忆世界的黄金比例的人 他真的是很难去理解这个问题 那对于理解这个世界的人就知道 为什么很多师傅 他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没办法给出你比例 或者我没办法很精准的讲 因为他今天采购到了食材 他的老嫩程度 他的入味程度和今天他这一些 比如说底汤或者是他换了牌子的酱油 甚至是盐 都有可能去影响到他的比例 所以很多师傅呢 他会一边看 一边看状态 一边去下料 像乳味也是这样的东西 那带入到这个主题 香料的这个比例 他真的是粗粗抓吗 其实真的会有不一样 之前就有跟大家介绍过 香料这个配方给出的这些数据和比例 它是一整大块的姿势 但是真正要乳进去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所有东西的这个比例 他就会随着你乳汤 你保养乳汤的一些状态和一些能力 去做调整 这就是很多师傅呢 他们下这个香乳的很多年的师傅 他们下这个香料包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是整副下去 比如说我通常会教大家是三副一个循环 就是乳三次 然后就一副香辛料的这个循环 其实很多师傅呢 他不会是这样做的 他可能 比如说这一次他觉得整锅汤这个味道呢 八角的弱了 桂皮的味道弱了 或者是加那么几颗的丁香 加那么几颗的这个柱子 这样子去补进去 然后味道就会有所不同 这个就是经验 他们掌握的黄金比例的这个区别 所以包括我们做这个餐饮业 包括我们做师傅 在厨艺料理这个世界掌握这个技艺 它也是存在非常强大的这个黄金比例的 那这样怎么得来呢 就是训练 所以呢 大家去学习任何这个料理的一些知识 只跟浮于表面的 没有经过长期 非常繁复冗长训练的人去学习 是真正动手的时候是学习不到东西 所以马博士在任何直播 去讲任何的这种学习的经验啊 细节的经验啊 都是我们经过很多次反复的组啊 练习啊 非常永长复杂的训练 得来的一些细节和数据 大家听完之后 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除非你也在不停的在 想要增强增进 当然这个会 一些细节里面会有一些辅助你的 辅助你的细节 因为很多时候你做了好多次 你就是试验不出来那种感觉和状态 这些细节对大家会有帮助 但是真正增长记忆的是 大家是否有掌握 某一种料理 某一种东西的黄金比例 所以大家说那些夜市的 就是卖了很多年的这些摊主 你们在某一项料理上 任何大师傅还真的是比不过他 否则为什么很多米其林的大师 他什么不会做 他会跑到那个地方去排队吃一个 比如说有些小那种苍蝇馆 他会跑到一个苍蝇馆去排队 然后吃那个东西 这就是那个高人 他自己的黄金比例 别人是没有办法超越的记忆 所以大家听我讲 任何你们想要做生意 想要在某些料理 某些方面得到精进的话 你真正的感兴趣的话 练习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掌握黄金比例这件事 有些人他有一些充足的天分 他可能比别人快一些 但是谁都没有办法跨过 这种繁复而农长的训练 这个是我个人的 我觉得这么多年非常关键的经验 所以就像相信料的学习 你抄再多的配方 马博士群里面有非常多的配方 你抄再多的配方 那都不是你的 你只要没有动手滷过十次八次 掌握各种细节 那些都不是你的 配方的黄金比例我可以给你 但是黄金比例之中还有黄金比例 就是你汤滷下去之后 你汤的浓度 你油的浓度 好就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了 很多人跟我讲 滷油是不是越多越好 我们滷味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放油的 没有油绝对不会香 为什么呢我们的香辛料都是脂溶性的 大部分都是脂溶性的 它的香味是不会溶于水的 它只会溶于油 好所以呢你这锅卤物 在开始你开心卤汤的时候 你开心卤汤的时候 你里面没有油脂的话 你的卤味是完全不香的 非常水的一个感觉跟状态 提肉香我们就靠高汤的浓度 提香辛料的香 这个中药 你的中药药善气 这些味道 还有辣椒花椒的麻度 这些味道我们是靠油 好大家记住这两个点 油要有汤要浓 汤要有胶质要浓 好这个是两点 那大家就说油会不会越多越好 汤是不是越浓越好 好这些也是黄金比例 你的油 如果太厚的话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可能会觉得 既然说了要有油会香 那我是不是油越多越好 当然大家都知道过油不及的这个概念 但是怎么样为之油是刚好够的呢 好怎么样油越多越好的 油不是越多越好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一样啦 我们这种东西一杯盐水 水冲多了它就会变淡 这一锅卤味 你如果是按照这个配方的话 你加多少油 它是黄金比例 你又加多了 这个油也会稀释你香料的味道 好于是呢你这一锅 你这锅卤味呢 它的香腥料的味道就不够浓 为什么呢 油它分散了 它吸走也分散了 所以呢它也会不够香 那胶质如果太多 这锅汤如果你太浓 就是为什么说要大家养老卤水 然后心卤水不停的冲进去 它的这个高汤浓淡度也有一个比例 好当你过咸或者这个汤过浓 油脂胶质感过多的话 很多这个咸味的流动就会僵住 它就会卤到不好 它就会 它的这个咸度跟这个鲜度就会不平衡 好所以这个汤的浓度 也是要掌握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所以呢 我们这一些就什么时候 你要加新的卤汤进去 新的卤汤你要加多少 当然最好的方式呢 比较好掌握SOP的方式 我们就是切割就每一次半筒 或者每一次你规定自己会加多少磨 但其实如果真正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真正心里面 知道要抓黄金比例的人 他就会每次去试他这个汤头 好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比例 就每一个人就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法则 和自己卤了越久 就越懂得这些法则 它是怎么调整的 所以呢 讲到这边呢就是跟大家传导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任何的记忆包括我们平常做生意和掌握我们食物品质的一个 一个不二法门就是冗长而反复的这个训练 这一些概念呢 虽然马拉伯斯 我们知道我们做料理会分为几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 食材本身的这个等级 第二呢就是这个配方的 好这个配方的 强就是这个配方的优秀度 第三呢就是制作工艺的优秀度 当然如果说到食材的话 台湾一定有非常多人 比马拉伯斯厉害非常多 因为什么地方的牛最好吃 他最适合做什么样的料理 什么地方的鸡肉最好吃 他适合怎么样做 这一些我不一定最擅长 但是呢第二个层级 说到配方 马拉伯斯绝对是台湾里面 非常少去掌握这些知识 和这些能量的人 所以大家呢 有机会真的要多看看 我们的一些短影片 再讲一些细节的东西 那第三呢就是制作工艺 这个东西呢 它是帮助你把你自己的黄金比例 去构建的一个过程和步骤 所以呢我们增进任何的这个 乳味知识包括料理的知识 我们一定要在一直做的时候 一直循环的去 把这些黄金比例去抓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些东西的 最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呢我们回答一下 群组里面的一个就是 关于做牛肉面的这个疑惑 他觉得达不到他要的这个香度跟浓度 那首先解释一下 我们如果要做一锅 比较不错的川式牛肉面 当然大家会看到台湾流行的 觉得好吃的 大家觉得好吃的这种牛肉面呢 通常呢 大部分呢都是用卤出来的这种牛肉去做的 那在中国大陆比较流行的这种川式川味的牛肉面呢 他们更多的是线 因为大陆的这个比如说人口啊或者流量啊 这种面食馆啊 他们的这种量都非常的大 所以呢他们就更适合他们也更习惯的 这个制作工艺呢就是线炒 他们会把牛肉呢切成小块 然后呢用这种炒制的方式炒香了之后用来做焦头 或者是稍微卤一下 但是呢台湾比较流行的方式就是牛肉跟汤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面的汤头呢是卤牛肉一起出来的汤头 那他就更浓郁好那中国大陆更 中国大陆更流行或更喜欢的方式是 他们很多地方不一定喜欢喝汤 他们喜欢味道更浓 更咸 酱汁果的更丰富的这种吃面的方式 所以呢他们就更喜欢用这种炒制的这种方式 做这个焦头 那有汤头的这种 有汤头的这种川式牛肉面呢 大陆也有一些师傅做这个 把这个牛肉 比如说红烧牛腩面什么的 他们也有汤 他们会是炒过之后直接冲水进去 然后变成一锅这个带圆汤的这种汤汁 然后来吃面 但是呢汤头也不是他们的主题 所以呢他们的汤头呢通常都不会浓郁 所以呢 很多时候 大家来中国大陆旅行的时候会吃一些面食 会觉得其实他们汤头真的不强 台湾的真的强太多 或者台湾的真的浓郁很多好喝很多 他们的重点的是红油和这个 他们的重点的是那个红油跟那个香气 那我们的重点呢 比如说火锅啦很多啦 台湾人的重点呢 好像更多的在这个汤头的浓郁好喝 然后更暖 任何一家店如果他汤头做不好的话 基本上要扣掉四五十分直到及格线了 生意也不会好 所以呢要做一碗台湾人喜欢吃的牛肉面 你就要准备高汤 今天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速成的高汤也好 味精汤也好 这个大骨汤 大骨头粉汤也好 如果你觉得你的东西吃起来差强人意 那绝对就是你的就是吃起来你说不够香 肉香不够或怎么样就是你首先要考虑一下调整你的汤头 那第二呢就是里面的这个带来麻香味 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个朋友说他做的这个牛肉面呢就是有差 我不知道他是觉得汤头的这个浓郁度有差还是这个这个麻辣的味道有差 我就足以讲解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做这个牛肉面 我们群里面笔记本大家会去翻 里面有一个教大家怎么做红烧牛肉面的方式 那个是最标准的 我经过很多次试验跟调整配方 那个是最标准的适合台湾人去吃的牛肉面 包括汤头的一个制作方式 大家有做过就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独一无二习惯的这种风味和做法 其他中国大陆很多这种在做面食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并不适合我们也不会觉得好吃 所以呢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皮线豆瓣酱的比例啦 然后这个香腥料的比例啦 然后麻辣酱的这个比例啦 麻辣酱的我们可以用什么 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用柳迪爱我们卖场里面 大家可以看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火锅底料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清油的火锅底料来进去当麻辣酱炒 也可以用牛油的火锅底料来代替麻辣酱进去炒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清油的火锅底料它的香腥料气味跟辣椒花椒气味会更浓郁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清油 它并没有综合掉太多香腥料的气味跟花椒辣椒气味 所以呢它无论是香腥料气味和花椒辣椒气味 它都会更凛冽一些 更冲一些 所以它的香度呢 在这个火锅就是火锅界四川有一些店 它不是对一些这个香辣度麻辣度有些指引吗 清汤火锅它一定都是最麻最辣最呛香味 这个香腥料气味最浓郁的都是五颗心 那到了牛油浓郁的呢 像我们卖场有一款桥头火锅底料 它是400克一包的 这种呢叫普通的火锅底料 它的油跟酱是均衡的 所以呢它的咸味跟这个含油度呢 它是比较平均的一款 所以呢它呢也比较适合台湾人口味 因为它不会过油 它的牛油味呢也没有过重 所以呢它就很适合 平常我们来煮牛面的时候 放两块进去跟这个豆瓣浆一起炒 然后再炖煮这个牛肉就会很好吃 那另外有一种呢 我们叫老火锅 老火锅呢它就是牛油会比较厚 然后里面的辣椒和花椒 其实它就算跟清油用的这个香辛料 跟辣椒花椒比例一样 它味道依然会变淡 为什么呢 牛油的这种厚重感油腻感 它会中和掉很多香辛料的这种尖锐的气味 跟辣椒花椒的麻度跟辣度 所以呢吃起来感觉它就没有清油 清油的底料包这么的重这么的辣 它就是在一个平均度上 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吃这个牛油 这种醇厚香气的 每个人喜欢的不同 即便是台湾人也有一些例外 喜欢要稍微再油腻一点 再醇厚一点 我们就可以用老火锅的底料来去炖煮牛油 这最方便的方式大家呢 外面呢也有很多做得很好 也很好吃的这个麻辣酱 但是呢不利于什么 不利于大家有一个标准化的操作 所以呢建议大家呢 如果真的有用的习惯的麻辣酱也可以 但是如果没有习惯的 我觉得大家便宜快手方便的方式 就真的是买火锅底料来去炖煮这个牛肉 就真的非常的合适 所以呢检讨一下这些制作步骤 就是群组里面的朋友 不知道在不在在的话 可以跟我打个招呼 基本上想已经比较全面的解答你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平常去买肉的时候 这个菜这个卖肉的这个是摊主啊什么 会送我们一些这个香辛料 就像群里面的朋友反映的 那个香辛料当然像 这个成本跟这个料呢 他们也要控制在一定成本和一定的这个量 就比如说给你很大一包 它就不划算了嘛 还有这个成本 他们也不会用到太多太复杂的香料 所以呢那个料呢 如果大家在料理上精益求精 有要求的话 建议还是另外去抓配方 那包料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去腥 我们汆烫的时候先丢下去 用来去腥味去三分还是不错的 但如果说我们直接用那一点料包来乳 我们的牛肉呢香气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呢这也是让你的这个料理出现一些 你自己觉得不满意或缺失的原因 这个香辛料的量太少了 而且它的风味一定也是不够丰富的嘛 香料应该也是不够好的 那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那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们群组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今天评论区好安静耶 有朋友问呢这个在卤肉的过程中 如果它的配方从中药的 比如说我理解可能是中药圆形的 我们这个圆形的中药香辛料 如果改成粉末状的话 这个比例要怎么抓 他觉得打成粉末的话 味道会比较重 这个就真的问到重点了 我们所有的配方大家要记住 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一个香辛料的配方 它如果是为了作为粉料出现的话 它的比例一定是要经过调整的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有跟大家普及过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是香料是有分 多性香料和活性香料的 多性香料和活性香料呢 它们的初香时间 初香的位置 初香的这个 初香的这个状态都完全不同 所以呢 如果真的要炒得好 卤味的话影响可能没这么大 但如果是用来炒 快炒或者炖煮 像火锅底料这种 最好呢就是把它们分开 但如果你要打成粉末的话 怎么样 多性跟活性香料 它都完全变成了活性香料 为什么它第一时间 所有的味道都会放出去 那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这个香料你明明用的好好的 你也觉得蛮好的 于是你想说大量使用 就请工厂 或者是请这个中药商 帮你打成粉末了 回去一试 怎么味道完全不对 跟我原来那个不一样 可能就会想 是不是打成粉末了 它骗我 它拿其他的便宜的香料 去抵或者是什么 就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不是 试配方的问题 如果大家没有能力说去调整这个配方里面 它从原型香料配方变成粉末配方 大家如果没有能力去调整使用的话 建议就是按照我们比如说我们学习来或者配好的配方比例去来使用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去更改 比如说真的这个你拿到的时候是原型配方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用个卤包把它包起来 放到这个卤物里面去卤它 如果我们拿到的 就像我在马尔博士有在群組里面分享 五个实用的五香粉小配方 这个就完全是粉料配方适用 如果你把你用来做原型卤 如果你比如说想卤东西 直接把它的原型拿来包卤包去卤 这个风味它是完全没有利害的地方 就是完全体现不出来它风味的 首先五香只有五个 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惰性香料 所以它就不好用了 这个比例它如果不是打成粉的话就不好用了 就是这个基本的道理 所以就建议大家 如果是原型的香气料配方的话 就千万不能打成粉 最多可以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打成粗的颗粒 不是粗粉 粗颗粒 还是保留整个香心料的这种完整度 而且比如说像桂皮 我们就打成像指甲盖这么大小的 这种程度的粗颗粒 去用粉 就是颗粒跟圆形的乳物的条件 不会改变太多 但是如果你直接把它磨成粉 哪怕是粗粉的话 它整副料的性质就已经改变了 它其实是一个不均衡的配方 它已经失去它原有的比例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黄金比例 它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比例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再用了 它就没有办法保证你从你用原型香心料下去滷时候的风味 当然大家会想打成粉末 我会出香很多更省成本 但是你的味道是走样的 也省不了多少成本 打成粉 其实说 因为有的料理 它为了配合料理的这种特性 它要把这个香料融合到料理 比如说我们腌制 还有这种汤 还有这种卤汁 要跟菜一起去享用的这些料理 我们是特制调了一些 这种粉末 比如说像十三香 这些比如说包子饺子 馅里面这些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成粉末的 我们都是要经过另外的计算 比例上的计算的 今天评论区为什么都没有人问问题 出败感 好 然后就说我们的火锅底料练习组 除了可以做火锅之外 还可以做什么 因为火锅底料练习组 它的所有的里面的香心料也好 辣椒也好 然后这些里面所有的食材 我们的颗粒度 是让它保留的比较大的 为什么 它是为了适应煮火锅的特性 它必须要久炖 如果所有东西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没有任何一家火锅店 它是拿麻辣酱来去煮锅底的 就比如说打得很细的这种 它放一个酱下去 然后来煮锅底 为什么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味道挥发的会很快 里面的香心料味道 里面的这种酱味 它会一时间开始很浓 后面又变得很淡 它不会均匀的出来 像我们吃火锅底料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越吃越香 再混合了一些肉香 跟肉的这种油脂之后 就会变得越吃越香 但是如果真的拿麻辣酱来煮锅的话 它的问题是什么 就整个不均衡 但是麻辣香锅 为什么又不会用火锅底料去炒呢 大家去看那种真正做得好的 麻辣香锅的店或者是品牌 他们是不会拿火锅底料去炒的 为什么 火锅底料它的属性就是用来炖煮的 如果没有高汤去炖煮到一定时间的话 它的香味 它的酱味都不会均衡 所以为什么炒麻辣香锅的配方 跟火锅底料配方 它其实在香心料的选择上 还有在这个酱的这种制作上 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工艺 就是为了适应 它本身是不同料理去使用的 所以大家所以大家有清楚 就是我们火锅底料练习组做出来 这个它只能用于什么 它适合你一定要有高汤炖煮过 它的风味才会完全的出来 所以做火锅底料也好 你可以用来卤东西 比如说家里面过年了 我想卤一些牛肉 卤一些肉 卤一些鸡爪 然后卤一些豆干 这些卤味出来 你也可以用这个火锅底料去卤 就一直炖煮 然后吃火锅底料 然后做牛肉面都可以 就是不太适合拿来去炒麻辣香锅之类的 因为第一个它的颗粒感非常多 非常的丰富 它如果用来炒麻辣香锅 或者是我们来炒一些麻辣的菜的话 它就会有这个渣渣 整个也不好吃影响口感 第二就是它的风味 其实没有经过炖煮 就没有完全出来 所以就不是很适合做这种热炒类的这种菜 你可以拿一点浮在上面的油拿来热炒 或者去做一些拌菜类的这种使用 但是如果整个这个料的话 它就只适合炖煮 大概就这样 好说完这些呢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讲好这个卤味 卤味的这个高汤 就是这个卤汤 我们要怎么去保持 我感觉大家当时我觉得直播签人数达到了蛮多 所以我在想大家是不是很感兴趣这个卤味的老汤 到底要怎么做怎么保养 继续再说一下这些就是我多年经验上的一些问题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卤汤呢 其实我们在卤过几个循环之后 这个卤汤它会变得非常的脏 为什么呢 你只要是卤这个肉食类的这些东西 尤其是内脏血腥 就是血比较重的 或者是有骨头的 像鸡爪这些 还有这个血沫比较多的一些部位 什么鸡脖子压脖子这些 它是连骨带肉又带皮的这些 它其实血沫是比较多的 卤了几锅之后呢 它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 下面有沉淀物 下面有沉淀物 上面呢 就比如说我们每天 我们可能我们大家觉得 我们卤完东西之后 我们稍微拿个蜜肉捞一捞 然后再把它煮滚 然后呢 这个卤汤的保养工作就结束了 其实建议大家呢 一个礼拜七天 就是一个礼拜 如果大家每天都有开锅卤的话 其实做生意的朋友 这个地方非常关键的一个小记忆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一定要听清楚 如果这个直播间有做乳味生意的朋友 这个未必你出去就是花钱去学习 或者是看过 看过很多的这种素材 或者是一直练习很久 可能也不会去 不会去再注意的一个小问题 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的时间就要给自己的卤水保养 做一个大扫除 任何的地方都需要大扫除 那卤水的大扫除我们怎么做呢 通常呢 我们卤汤或者老卤循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其实下面有沉淀物 然后上面呢 会浮着一层的这个沉淀物 下面呢就是平常我们的一些糖啊 一些这个淀粉啊 就像我们一直加鸡粉这些 其实它们都是有淀粉的 这些东西呢 它沉下去 像鸡粉它都是油 这种淀粉的 其实它不会导致这个卤汤去发酸 大家只要煮滚 又有一层油去隔绝 它通常都不会变坏 那我们当我们煮滚之后 静置到了一定时间之后 它会有一层东西会浮起来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我们每天卤的一些 带骨带肉带皮的一些血沫 就是我们平常在汆烫时候 一直捞的那个血沫 那个是永远不可能干净的 只要肉没有完全熟透熟完 我们不可能在汆烫的时候 就把它卤到软掉 它就会一直去吐血沫的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避免 它一定都会在你卤汤之中 但是呢它很麻烦 它在你的下面一层是水跟汤 在最底层它会成一些这种淀粉 然后呢上面呢是汤 然后呢由下面汤汁上面 这个卤汤上面 它有一层就是那个血沫 你每过几天 就一定要对这个卤汤进行大扫除 扫除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血沫去捞干净 如果不捞干净 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你卤出来的东西 即便是你有老卤 你有老汤 好你都会觉得它的腥味还是重 它还是有肉腥味 还是有这个肉香气 完全就会被这个腥味和这个不和谐的味道影响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就会觉得是不是食材不OK 我今天加的酒不够 我今天加的姜不够 去腥的力度不够 好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是你有没有对你的卤汤进行大扫除 所以这个大扫除我们怎么要来做呢 大家可以去观察自己的成年的这个老汤 当你去把它煮滚之后关火静置一段时间 它就会有一些白的一些像一些狗狗的像这个稀饭 我们煮的那种很浓稠的这种稀饭 焦焦的那种稀饭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米糊 米糊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就会浮到油的下面 汤的上面有一层 好然后在那个油 卤油的最上面 它会有一层那个油皮 像我们平常粥啊牛奶啊 它如果加热过 然后再静置的话 就会有一层的那个皮一样 那个是我们平常乳 比如说有肉皮啊 我们乳汤啊 本来都会有一些这个胶原蛋白 它会浮起来 会变成那一层皮 好那一层皮 那一层皮呢 要先捞掉 好那一层皮要先捞掉 然后我们再轻轻的把上面的这一层油捞掉 把上面的卤油捞掉之后 你就会发现在油与汤之间 有一层像粥一样的 像米糊一样的浓浓 狗狗的东西 那个狗狗的东西就是雪末 如果这一层没有打扫干净的话 你的卤汤 你的老卤虽然养得好 但是你的卤味会越来越腥 腥味会越来越难去除 开始你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 你会加蛮多久 然后再多加几片姜 可能压住了 到最后完全压不住 所以养老汤 非常的看细节 非常的要细节 你每天 所以说大家每天营业完之后 卤汤要怎么做 首先关火了之后 我们等它静置 首先你捞完所有的卤物 卤味出来之后 你就要先把里面的渣渣 全部的捞干净 然后大扫除那天 你要先把水 先把这个卤汤滚 滚透了之后关火 让它静置 这个时候可能要等个两三个小时 静置到一定程度了 它的雪末都会慢慢的浮起来之后 你再开始把上面的那一层 胶原蛋白那层皮油皮 油皮把它打掉 打掉那层油皮 把我们的卤油是精华 卤油不能倒 就把那个卤油轻轻的拿出来 然后再把那一层勾勾的像胶质一样的 像粥像米糊一样的东西 慢慢的把它用蜜肉捞出来 不用捞得非常十分干净 但是一定要 捞到八九层 你可以看到下面 那一锅就是汤 如果你没有捞干净那一层的话 你会看它就像那个陈碟的奶油蛋糕一样 一层油 一层胶状物 然后下面一层水 最下面有一层淀粉 如果大家有那个锅子是透明的话 你一定会看到是这个样子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清理这一层 血沫浮起来的脏东西 所以你的卤汤 你的卤味大扫除 记忆上就是这个东西 一定要清除干净 包括我们在熬高汤 熬一些就是家里面 我们煮鸡汤煮什么汤这一些 它没有像老卤一样这么浓 但是它都会有一层这样的东西 任何没有捞干净血沫的这个高汤 它做任何的东西 它都是带着腥味的 它就是带着腥味 当然如果你的量特别小 我们平常为什么 鸡汤要加片墙 都是这些血腥吐出来之后 它就覆盖在上面 然后你如果不打捞的话 它这个腥味 它就会回馈给你的汤跟你的肉 它就全部回正回去 所以你的东西就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这些记忆就非常的重要 打理好你的卤汁 你的高汤 就会让你的这个料理品质 尤其是做卤味生意的朋友 哪怕你是开一个小面店 你只要用一点耐心去养你的卤水 你的可能你店里面 比如说你开面店 一碗面没多少钱 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你卤味好吃 会点个四五百 所以你去看一家面店 一家这种吃面食的店 我觉得做面或者做粉的这样类型的店 它如果你是在开的人流特别高 特别好的地方 你可以不考虑这些精细化的作业 但如果你是做社区型的店的话 你就要尽量让自己的客单拉高 怎么样能让自己的客单拉高呢 卤味就是一个非常 相对来讲 可能大家觉得面烫一烫 有一碗高汤就会很方便 所以很多面店不愿意 不愿意这个俯身下来去做一些卤味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把卤味经营起来 你就会知道 好厉害 有一些面店真的好厉害 日入十几万的都是靠卤味在 都是靠卤味在挑大梁 因为人肚子在饱 他只能吃一碗面 了不起两碗好了 如果你面比较小碗的话 但是卤味它可以贴个五六百块 就一直吃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些卤味的小知识 无论是你正在做生意 还是你即将做生意 还是你要在家人面前露一手 卤味其实都是很难去做的好的料理 像我刚才说的 关于黄金比例的问题 关于记忆训练的问题 如果大家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那就不用说了 你一定每天都在训练 你的评委就是你的老公和你的小孩 或者是主妇也好 主妇也好 你的评委就是你的另一半 跟你的小孩 还有你的父母 每天都会给你打分 他给你打高分 那一天一定会特别开心 他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 任何一个路过你世界给你打分的人 就是给你送钱的人 所以你就要尽量的保持高分 那保持高分的能力来自于哪里 就是反复且冗长的 无尽的训练 让你达到你的黄金比例 任何的小吃 任何的料理 任何的 我们制作任何的东西 这个黄金比例都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所以大家就会想 一个人他成为这个行业最top的人 他是靠什么 他是靠无数式的冗长反腐的训练 抓到了他人生 他在这个专业领域的黄金比例 黄金比例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 只要你能钻研的出来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第一 无论你是做任何一种类型的技艺 无论你是做任何一个领域的菜 为什么我们平常会吃这个东西 你会第一反应就是甜了 咸了过辣过刺 然后不够厚重 然后这个汤喝起来 没有感觉 这个东西喝起来 味精料太重 塑胶味太重 这个不新鲜 然后任何一种食材 或者任何一种配方 他都可以让这些负面的感觉 或者评价消失 靠的是什么 就是抓他的黄金比例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 配方的黄金比例 他没有办法 一下就让你的记忆达到一个高度 为什么 他黄金比例之中还有黄金比例 食材 口感 然后你制作记忆 温度 还有一些搭配 还有最后就是你的小细节 就像我刚才说的 很多 卤了很多年的师傅 他们都 可能都没有知觉说去 怎么样处理这个老卤老汤 尤其是 营业量越大的这种餐厅 他卤的肉食越多 他的内层卤汤 他其实就更多这种杂质 其实真的要比较精细的 就是要把中间的这一层去掉 其实有一些人说 我做了好多年了 我一直都没有去这样整理过的卤水 没有去掉 我会觉得问题不大 但其实认真吃起来 真的懂吃的人 这个细微的细节就是有差 他的肉就是会比较新 所以他可能会用很多姜 很多酒去遮盖 或者是他用其他的方式去填补这个腥味带来的 这个 那他是不是成本就会提高 或者是他的味道也不好那么保持 虽然他也是找到了一些平衡 但是呢 我们大可不必 只要把这个卤汤定期做一个大扫厨 尤其是在卤这个 卤这个肉食类的 定期做一个大扫厨 他就会 你的这个卤出来的肉啊 这个品质就会高很多 好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呢 群组里面还有什么问题 今天群组里面都 今天直播间为什么都没有人讲话呢 嗯 好 群组里面有人问这个我们火锅底料这个练习组 一定要找一个铁盘来装吗 对 因为这个火锅底料到最后他会凝固 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找一个 他是规则的规则形状的容器去装他 今天我不管 你是用这个十个这个料理盒装起来 还是用一个大的铁的托盘装起来 你就是要用一个平均的 方形的平均的容器 如果是圆形的话 你上面的油就会很多 下面的料就会少 这样你在切块的时候 你永远就切不均匀 我们的料必须是平铺在下面上面有一层油 它凝固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进行切块 平均的分你不会一次用完嘛 我们炒出来好几斤你不会一次用完 所以呢一定要让它在一个规则的容器里面冷却下来之后 你把它切分 这样呢你比较方便 但如果你的油你的容器是一个不规则的 那你的酱跟上面的油呢就不规则 你就不好分 你的味道呢就比例就会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记住自己炒制的牛油火锅也好 只要是有凝固的这个油 我们一定要用一个规则容器去装它 这样我们去分的时候就会比较的好分 好啦我看一下 群组里面还有什么问题 稍微冷冻会比较好切 今天田先生有在吗 我以为你不在 因为通常你都会先上来跟我说晚上好 好吧那今天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今天呢 内容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玄幻 因为黄金比义这件事情真的不是 那么多人能感受到 能感受到这种概念的 我觉得很多师傅可能兢兢业业的做了一辈子 可能回头去想自己 这个专业职业的道路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想到说 这样子去总结一些事情 当然很多人他天生就掌握有 就是他有天赋嘛 他天生就掌握有一些基本的搭配的方式 当然有想 为什么 我们不会拿绿色菜再去炒绿色菜 我们都会想 绿色搭配一些红的或黄的 然后呢有一些东西呢 可能就是这个黄金比例 今天我讲起来可能大家觉得比较 灰色这种观点 但是大家想一想 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今天如果你有概念 你要搭配一个什么菜出来 你不会买一把青葱 然后去炒了 去来炒这个水耕A菜嘛 绿配绿或者拿青椒 然后再去炒一个比如说青的 再是青的一个菜 那就肯定是 比如说我们炒 我们炒这个荷兰豆 荷兰豆会什么 切一些胡萝卜片啊 或者是用一些木耳去炒啊 然后变成三种颜色什么的 但是如果也是脆的 也是好吃的 比如说A菜心 这种脆的 大陆人说的这个莴笋嘛 我把莴笋切了 然后再去配荷兰豆来炒 就没有看到有人会这样子去搭配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料理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食材万事万物 它本身它的生长 它的颜色 它的味道 它就是有它的最佳伴侣在的 那这个最佳伴侣呢 有时候呢 是人天生就会知道的 或者我们的基因一直传下来 一直就是有这种感受的 就像人吃到很多料理 你就会找到那种基因间久违的感觉 比如说像油脂的这种纯厚度 因为人类这么长的时间在寻找 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没有变成没有文明的时候 我们很长的时间都在寻找更高的热量 更能储存的脂肪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吃到这种 为什么入口即化这个词 我们会这么的关注 对于很多食物只要入口即化 有这种脂肪融化在嘴里面的感觉 我们就会觉得这么满足 这么好吃 这么厉害的这个口感 它就是我们基因一直在寻找 为什么脂肪会很好的补充我们的能量 我们一直在寻找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舒适感是我们基因带来的 它就是有一些天生 所以说料理的世界 食材的世界 口感 调味的世界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因的习惯度在 所以你想研究料理的话 这种基因的习惯度 你就一定要去研究好 为什么很多人他的菜 除了味道之外 大家可能会说 可能我做菜不好看 但是它很好吃 今天这个菜我可能做口感不好 但是它味道很香 这是为什么你就会说 但是 为什么会但是呢 因为本来就有缺陷 所以从口感到味道 到这个香气 它是有一个非常 非常玄妙的黄景比例这个组合的 这些就是要经过训练嘛 就没有经过训练 你虽然做的很香 但是吃起来这个口感很差 就会让人觉得 或者这个卖相很差 就会让人觉得 我看到就已经不想吃了 它再香我也吃不下去 方便整理 卤汤打扫去除雪末 我们这个直播会一直留着 然后如果你刚才没有 就是我们朋友 如果没有听清楚 怎么去对这个老卤 这个卤汤进行大扫除的话 我们可以回来再看这一段直播 因为这个步骤比较勇 比较的反腐比较长 所以我就不整理在这个群组里面了 你们学习要做一下笔记吗 今天的这个 告诉大家怎么养老卤的方法 这么的重要 没有人做笔记吗 好了 时间来到11点的12分 然后几分钟之后就下播了 我再把我想讲的话 讲完如果待会有问题 这个时间赶快提出 等下我下播了就没有人回复了 刚才我们讲到什么 所以大家去研究料理的时候 我们尽量的 当你在料理没有基础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很多的食谱 去看很多的比例 像我刚开始 我刚开始学这个香辛料的 煮方还有搭配的时候 我会就任何 包括大家知道香辛料的配方煮方 其实它是来源于中药 好一个中医 它的学习的时候 中也好西也好 他们先 还有我们学法律的也好 我们要学习的事情是什么 当你在这个会社的世界 在寻找规律的时候 我们就多看案例 好在餐饮界 在料理界 我们的案例就是食谱 南来北往的世界的国际的 其他国家的 其他地区的 所有的食谱 其实都是案例 它所有的食谱 你如果能做到 你看到这个食谱 你能想象到它的味道 它的质感 它的口感 它的样子 就说明你打通了第一道 任督二脉 你可以到一个研究的世界 因为很多东西你读懂了之后 你要真正的做出来 那个味道跟口感 就是要无数次的练习 火候到底掌握到什么程度 然后这个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火 什么样的料理 或者是在第三步 你要对这个东西不满意 或者是你对这个东西 觉得有更精进的理解 和你自己的黄金比例的时候 你才能调整 它用油要改成什么样的油 它这个融合 还有这个调味料 咸甜度什么 你怎么去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入一个 记忆世界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为什么我可以就是 就是跨界 或者说跨到另外一个行业去 学习别的东西 也能有不错的效果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会学习 我从法律的学习 学习到这个世界就是客观规律 总结不断的研究 那就是要多看案例 那如果你想要增进厨艺 学习香辛料配方 首先了解概念之后 我们要去看很多的配方 麻辣博士分享过很多的配方 大家可以去看 卤猪的卤牛的 就是我为什么会分享一个 五种不同形态的五香粉 不要小看这几个五香粉 我之前去调去调整 去了解的时候 它都是有它的原理和基本在的 比如说我们做素菜的 做素食的这个香辛料 首先我们不能沾 首先那个荤菜不能用的香料 我们肯定不在里面 其次是什么 所有的素食 它既没有特别突出的 这种异味 臭味 腥味 它所要调整 做素食所要调整什么 一个是口感 一个就是增强香度 所以任何味道特别重的香辛料 在素食里面是不方便去使用的 为什么 它没有东西要压制的时候 它整个你用的这种去异味 很多去异味的香料 它也增香 但是为什么不用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异味 让它压制变成平衡的话 它的这个味道就会这么的臭 这么臭的时候 你如果素菜 你用来做素菜 比如说乳豆干之类这样的东西的 它整个就是一些很凛冽的这种香料味 它就不适合去使用 所以为什么 素食的它是这样搭配 那牛羊肉呢 它是煮三腥味的 那鸡鸭肉或者白肉呢 它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那猪肉呢 是油腻的 那如果海鲜呢 它是腥味 它跟三腥味不同 它是水产型的这个腥味 它又不同 所以呢 它用到的这个粉料 这个五香粉就会不同 所以大家会说五香粉 不就是五香粉吗 我就是基本的 比较普遍的五香去调 但是如果你要精细的 所有它的黄金比例和变化的时候 就是要根据食材去调整 不同的用量的 所以大家可以正在学习 就是跟我一起在学习 这个香腺料的搭配啊 煮方还有什么 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给的这几副五香粉 就会找到其中一些规律 和一些感知 就是多看案例 我们多看配方 所以为什么 我家我在学习料理 这个工业时候 我家最多的就是食谱 有些菜我甚至是没有做过 但是我已经跨越了那个经验 我已经跨越那个经验值 跟那个能力值 很多菜就是 为什么我去外面吃一次 我可以复刻出来 我看那个食谱 就很多 很多我的学生 跟我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说 这个东西 这个食谱怎么看一眼 就是大概能形容得出来 能讲得出来 它里面的制作细节 和知道 就是当你的经验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脑子过一遍 你就会知道结果是什么 好 这样乳胃要做出一个SOP很困难 因素太多了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小吃 它是可以跨越很多 就是你可能看到一些很高级的师傅 他一直在做 包括江振臣好了 你让他去比一个 做了二三十年的师傅 你让他们两个去比这个乳胃的记忆 谁输谁赢 这很简单 我觉得任何的这一些小吃 都是为什么江振臣他也会去介绍一些小吃 任何的名厨 他到了一个地方 他就会去找这种小吃 就是因为真正厉害的这些师傅 他们这些练习 长期这个练习跟经验 SOP是必不可少 我们做餐业 大家知道 SOP是所有厉害企业都必不可少去强调的东西 但是因为美食的世界 它真的变数太多了 所以除了SOP的基本操作之外 我们还是要有经验去应对这些变化 就像任何医生 任何医院 他们对很多病症 都有非常完善 非常好的SOP 但是还是有人会死掉 就是一些超越SOP的东西 你如果没有经验去应对 所以这就是手手跟身手的区别 大家不要惧怕说 像是把乳味形容到好像很困难 很难去做 其实并没有 只是告诉大家 如果真的有心去做一项事业 或有心去提高一些技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像我说的这些细节 它既是SOP 可能也不是SOP 因为有时候有的问题没有发生 你也很难去 很难去写到这个里面去教别人 就像很多医生 他看了很多年的病 突然出现一个很特例的东西 那他以后的病人可能会受惠 但是不知道的 医生他还是不知道 还是要有一个死在前面的人 所以还是大家下去做的时候 任何没有SOP的事情 大家要记住 还是要有一次死在前面的经验 还是会有一次搞砸的经验 还是会有一次 比如说之前有个学生问我 那个师傅那个卤汤已经酸掉了 我这个卤油还能用吗 我有时候怎么回答呢 就是其实讲真的 这个时候讲真话 卤汤酸的时候卤油未必不能用 卤油未必不能用 但是你需要很细心的把所有的渣 碰到汤汁的部分 碰到这个我刚才说的 内层血沫的部分 通通去滤掉 你有这样的耐心去隔出来 他这个卤油就是还能保持的 因为卤油也蛮珍贵的 但是如果正常出于安全 或者是出于卫生考虑 大家会说你就全部倒掉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一锅好的卤味 那锅卤油多难养出来啊 好的卤油比老卤水还要难养 就是当你的这个 大家尽量就是说 大家的这个卤油跟老汤啊 尽量用同一种循环 就是说大家不要只留老汤 我们上面的那层油也是要留 也是要留 好评论区讲一个简单的 现在能把高丽菜菠菜炒好 吃10个厨师里面找不到一个 给JSOP 还是对啊 这就是热炒的世界里面 其实相对来讲 卤味真的不容易做 但是相对于热炒的世界来讲 所以为什么大家的直观感觉就是说 这种大饭店的师傅 师傅会比做小吃的师傅 会比做一些简单菜色的师傅 他们的记忆要高 其实为什么 他们会把很多经验分摊在很多不同的料理 跟食材的处理上 所以因为他的 他的知识面够广播 所以你觉得他记忆会更高深 但是在某一领域他可能又不够一些小吃摊的师傅更拔捡更厉害 所以这个就是技术的世界真的有千千万的很玄妙的东西 所以大家卤味它固定的SOP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抓到养卤水的一个记忆 养卤水的一个记忆 然后配方其实没有特别的关键 最重要是这个油卤水 然后还有你食材焖煮的时间 你去试验出来 基本上你的卤味不会太偏 哪怕是你只有放六七种香料 其实看到很多那种百年的老卤味店 他们在一系列的这种运作跟简化中 其实他们的香料已经简化了 可能当初他可能用二三十味药或者是十几味药 其实到了最后 他们会简化掉一些不必要的香料 他们的配方可能会相对比较简单 对啊就像妈妈煮的味道自己就煮不出来 说实话就是我妈妈跟我一个小姨 就是他们一个做叉烧 然后一个卤这个五花肉 好了 我就永远比不过他们两个 就很神奇 就我已经是做了这么多年这个行业 并且也都去教别人 我还有教过这个川式的东坡肉之类的这些 麻辣猪脚这些 但是在卤猪肉这块 我永远比不过我妈妈 她真的是做的最好吃的 所以每次我妈妈来看我的时候 我就叫她滷一大锅冰起来 我就是退冰慢慢吃 她从口感到这个软糯程度 我不喜欢吃那种太软糯的 就是有肥肉带油的这种感觉 我就会喜欢吃我妈滷的不知道为什么 她有什么记忆达不到吗 她时候说我觉得她滷肉都滷很久 但是最后都不会软掉 都是Q的 到底是肉的问题还是那个 好像有时候肉也是我随便从这个超市买回来的 但是她就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真的就像妈妈滷肉味道 自己永远都煮不出来 哪怕你 我相信江振诚也会回去找妈妈煮一些 她自己煮不出来的味道给她吃 真的是这样 好吧 那今天聊得很透彻了 相信大家也收获不少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这个直播 我的讲解一些记忆的这个能力不错 大家一定要多多去柳天麻辣专客的卖场 去看一下我们的香辛料 我们的香辛料更不错 在香辛料的领域里面 他们也是非常厉害拔尖的这种程度 因为他们无论是种品质香气 还有这个专业度来讲 我们的香辛料都是非常非常过硬的 都是很香的 所以大家有需要一定要去卖场支持我一下 否则免费的饭大家就吃不久 我的精力就要更多的放到赚钱上了 所以大家有机会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卖场 还有马拉伯斯的任何公司的这些产品 大家都要有时间去逛逛 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一定要到我们卖场去选一下适合的香辛料 还有这个五香粉 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一下 我们卖场都有配料 谢谢大家 加入我们的群组有问题来找我 谢谢大家拜拜